天氣冷嗖嗖 不少人都喜歡來一杯熱呼呼的飲料 像是薑茶 驅寒又暖胃 打開杯蓋冒出熱騰騰白煙 寒流來襲 手腳也冰冷 喝一口熱茶 油內暖到外 熱的杏仁茶吧 薑茶跟紅棗在山上很冷 有準備 熱可可 咖啡 提神嘛 然後溫暖 天氣冷嗖嗖 喝什麼最有暖身效果 網友票選第一名 薑茶 被譽為冬季必備神癮 加入黑糖 中和辛辣味 一喝下肚 暖活又防感冒 第二名 很常見的紅茶 裡頭茶黃素 促進能量代謝 改善血液循環 讓你四肢不再淋氣氣 第三名 甜甜的桂圓紅棗茶 甚至有人說根本是為了冬季而生 既暖心又暖胃 還有多香熱茶也都上榜 薑本身有薑辣素 所以吃了之後對於我們的發汗 或者是血液循環是比較有幫助的 熱可可 咖啡 紅茶 綠茶等等的 其實都應該要限縮就是 每一天攝取的一個飲用量 就是控制咖啡因在300毫克以下 因為過量的咖啡因其實很容易導致我們血管收縮 但可不是河北熱的就能夠暖身 營養師市井 咖啡因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 導致血管收縮 血流變少 喝過量 手腳恐怕更冰冷 因戰冷氣團 北台灣 氣溫溜滑梯 激凍12度 喝對熱飲才能幫你渡過寒冬 華語新聞王追紅黃宣宣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